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賓士W210的通兵 相信很多人都會堵入這個苦惱 因為我發現我們那個國內的Youtube 這個賓士的部分他DIY很少 所以白同學今天開始和我們助力 要來為賓士的一種車友來謀福你 但是我現在目前我們手頭上 這台W210的這種老兵而已 但是沒關係我們都慢慢陸續分享 今天這台出現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它的定速系統壞掉 然後會亮那個ABS的燈 就是一些煞車總棒 奇奇怪怪的那個燈有倒起來 原因到底出現什麼你知道嗎 會話不多說一起上過去囉 來我們今天要來打賓士W210的DIY系列 先發動 上面都正常對嗎 來你看看這裡 我現在動要放開了喔 來1 2 3 放開 你看那個這個研判齁 應該是那個煞車背力棒 那個系統的問題 我們看的時候應該是那個煞車開關 我們要來DIY煞車開關 更換 來 來 要聽一下在下方 今天我們助力在聽得最棒的 這個 一顆螺絲在這邊 然後 下面 這個很好看耶 另外一顆 另外一顆在這裡 另外一顆在這裡 再來 我的手就盡量不要抖 好 再來那塊把它刷下來 喔 欸 那這裡好跳耶 瘟子在訂什麼刷喔 在哪裡 喔 在那喔 這樣 等我對焦的同學看不見 嘿 嘿 好啦 再跳下去 啊這個拆是要怎麼拆 直接拔是不是 這裡旁邊有一個卡榫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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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轉 向右轉 好 非常難拍攝 但是因為這個同學福利 也是要趴 向右轉 拉出來 這樣就拉出來了 好 拆了我們待會兒看這個特寫 咧 我現在有這個手 不要拆就好了 煞車開關就是這樣子 好 來比對一下 來 這就是拆了 那種煞車開關 啊我朋友這隻是四叉 他好像有什麼 蒸後 有什麼六叉四叉 你們要把他的研究 啊因為 因為一般電子零件的話 拆封他就沒有辦法讓你退 所以我們要抓得非常準 好 來 開始來破處 好 破處 給我們車廁把它破處 啊 好比對一下 這個DIY還蠻容易的啦 齁 細插就是這樣 好 開始來安裝吧 好 你整理後我自己 那個角度給同學看 你說卡準我扭一下 我扭一下 你說裡面要怎麼扭 裡面那個孔我拍一下 這個 來給我看看 喔就是這樣子 旋轉過去 好 把它安裝 我在這裡扭 這個角度非常的難拍 啊不然旋轉就扭下去 這樣感覺好用 進去啦 這樣下去 到底 扭過去啦 左轉 啪一聲就OK啦 啪一聲 按下去就好啦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給同學看看 這就是煞車開關的更換 啊後來 那裡靈配 我把它抖起來就好了 來 緊張先搞 我們現在收拾 把它按下去 然後 1 2 發動 ABS燈那個已經滅掉了嘛 然後 我現在那個 腳煞車要放開了喔 放開了 就失敗了喔 1 2 3 放開 喔成功啊 好 這個就是 換那個煞車開關 DIY成功的例子 分享給同學 來啦 上面這白龍學DIY教室 我來解剖給你看 這個 CXO 跟那個 136的一樣 他這個兩個 齁 就全部只有兩組開關 然後他 動作原理 就是要怎麼知道 他彎底就是這樣 這兩腳 因為我都是黏住的 啊你壓下去的時候 他就 斷掉 啊這邊也是 正常來說 一直是祖Q派的 我們把器也倒通 我們把它夾下去 你看喔 正常說用下去 它會逼喔 會逼對不對 然後壓下去它會斷掉喔 你打動 會斷掉喔 然後這組應該是一組派的 這白龍學以前 一三六分解為修了 齁 現在 摸著 齁 不會逼到嗎 你也不會逼到嗎 有沒有 對啊 好 就是 這一組壞掉 我們把它解剖 解剖的話 這要注意 手不再插到 應該是撬開 然後 這邊 齁 這兩點把它壓下去 沒差好開啦 對啊 齁你看打開啦 然後這裡再把它撬開 這正常要兩支 一支洗才好用 然後 撬開來之後 來讓它分解喔 正常都有彈簧啦 齁你看 齁打開之後就這樣 一般這一邊的話 再按的這個 比較不會壞 不理它 然後 裡面有喔 你仔細看喔 一般你如果說裡面 銅片沒有回來 有喔 就是這個接電 齁 給它氧化 你就把它清一清 它就會導通了 但是你現在把這個 彈片把它拿掉 齁 銅片把它拿掉 齁你仔細看喔 它裡面 齁你看 這塊回來啦 看它拿起來 它這個齁 和36不一樣 36它是兩個彈簧 我有那個影片 你可以繼續看 那個36可以修 啊這個 那個 W210有沒有齁 他就比較沒辦法 你看它這彈片這麼長的有沒有齁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 它就變沒辦法 那個接電接不下去了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煞車開關 你如果是開一開 彈片長的有沒有齁 這個就沒有救了 你就直接換新就好了 啊因為36有的 它那個旁邊有兩個 那個像牙頂的地方斷掉 它有兩隻小隻彈簧 在那裡在砍 在砍 那個你把它牙頂重打之後 它就不會壞啦 因為它裡面 它是做悄悄板的 那個原理不一樣 齁 以上大概 也是分享零件給同學 同學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賓士W210的這個 煞車開關更換的動作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一樣節目做我來轉一下 這種車我以前有買過 我自己賓士跟BMW這樣 養過一段期間 我說這個中車 它比BMW就是同年份 以139來講 它複雜許多 有什麼你知道嗎 有的同年份 米粿後粿 很多的東西 尤其是一些 車身電腦 那個什麼 ABS電腦 很多都沒有通用的 因為白同學 以前 那一代買了一個 方向上買到 那個電腦裡面 不知道一個什麼 離開拍的 有嗎 我就想說去肉店 不知道親在買一個 第一買的時候 買什麼 還有買的時候 很天價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電腦 就直接用送修的 後來 當然弄好之後那台車 我就去車廂 就點檔掉了 後來我就開始 算我的BMW 因為剛才我們左立 他比較習慣 用這個賓士的車 剛好 他這台車出現這個問題 我們就分享給同學 然後大概 有一些地方 他大概下的連動 我介紹同學就看到 最後補充一下 來 開始 來 這台座的故障燈 有嗎 簡單說 人家說煞車 背禮棒 就是人家說的 它這裡就是 全部整個系統 延伸過來 跟這個ABS的幫浦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覺得說 只有那個 ABS桌上 還是一些 煞車系統 有沒有 你如果一開始 就先懷疑這個地方 它維修起來 是太貴 所以你會讓 小零件開始下去 注意一下 這樣的話 比較能 針對那個 問題下去 對症下藥 白忠學說的 我之前那台就是什麼 那個車身電腦 有嗎 就是在控制那個 那個什麼鐵湯 一些阿里亞雜的電腦 在裡面 好 我想 好幾顆都不會 所以 我覺得玩老兵的話 他的技術等級 真的是 還要再更高一面 節目最後 記得按摩 訂閱白忠學 第二大教室 掰掰